大家好,我們是小民宇宙校刊社 我們這次校刊的主題是光影 有光的地方畢竟有影子 青春也是如此 因此我們從17歲青少年的角度出發 希望藉由文字 探索生命的喜悅與悲傷 我們整本校刊的內容 細分成四個小主題 分別是畫面上的這四個 我們也親自繪製了小主題的頁眉 放在眉頁的右上角 呈現出他們的意象 接著我們以一首新詩當作前言 詩分成四節 與四個小主題相互對應 帶領讀者踏上生命的探索之旅 從光走到影 最後則融合成一題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校刊的內容與議題 首先我們的主題是悠悠之光 悠悠是光線微弱的樣子 象徵生活中那些微小 卻足以帶來希望的光芒 在這個主題之中 我們採訪了作家朱又軒和 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的理事長張玉萌 去年有些大學的理工科系 宣布學色不載地國文 有關高中的國文教育議題 再次浮上檯面 因此我們邀請了平常自立與推廣文學的 朱又軒老師 來談談理想中的國文教育 應該長什麼模樣 除此之外 去年因為18社公民權的修憲案 青年主流化越來越受到重視 因此我們邀請了平常關注青年議題與學權的清明協議事長 來談論以青年視角關注社會議題的重要性 並且和我們分享他參與社會運動的歷程 以及一路上堅持下去的動力 除了專訪主題之外 我們也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當時在校刊社發生的故事 讓我們從中找尋校刊對自己而言的意義 也讓讀者有機會一窺校刊的神秘世界 而專題文章的部分 我們先介紹了學生自治會舉辦的 異國文化樂活動 接著回顧全國高中生畢業歌的流變 最後從影域俗日養成帝 帶領族者思考 自己是否要做世界研究的大人 接下來是悠悠之影 悠悠是指描遠無盡的樣子 也可以指幽絲的樣子 所以我們取名為悠悠之影 代表我們對社會議題的幽絲 在這個主題的第二篇文章中 我們以檢討被害人為題 探討為什麼社會習慣以檢討被害人自身 而不是去質疑加害人的行為 再來是悠悠之影中的第五篇文章 我很清楚哪一種成文大家最不感興趣 真相 這句話出自漢娜的遺言中 主角漢娜所說的話 我們以漢娜的遺言 這本書作為基底 思考故事事件背後所帶給我們的議題和省思 而在悠悠之影中 主題是光影共融 光和影就像是一幅太極圖 光中有影 影中有光 在這個主題之中 我們首先介紹了一系列有關白色恐怖的小專題 去年電影《流氓溝15號》上映 因此我們寫了這部電影的影評 讓讀者更加了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 女性政治犯的歷史 再來因為我們公民老師在高一有開一門選球課 叫做《正義的實踐之旅》 而他有一次在公民課結束前問我們 有沒有人想要試玩一下他們為選球課發明的新遊戲 這個遊戲是白色恐怖版的狼人殺 遊戲中融入了白色恐怖時期的五本信書 讓玩家體會當時言論與出版受到的限制 以及隨時都會被警總抓去的社會氛圍 雖然我試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是第一個被淘汰的人 但仍然覺得遊戲很有趣 因此我們想到可以採訪公民老師 詢問他發想這個遊戲的歷程 以及希望學生能夠在遊戲中學到什麼 第三個是關於台灣願獄案件的文章 我們以證據確鑿嗎為題 讓讀者認識願獄案的始末 以及案件證據這種瑕疵 和被冤枉者平凡後的生活情況與困擾 最後我們以狄更斯的《雙城記》中的這一段話作為 這本笑看的《封底文字》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有智慧的時代也是有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我們正走向天堂之路也正走向地獄之門 事實上的事物都有兩面 世人可能只注意到事情的一面 而忽略他的那一面 我們看似走向天堂 可或許我們正邁向地獄 正如同光影一般 即使我們身處在黑影之中 但背後總有一束束光 準備升起 我們的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